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亚洲正在崛起的文章 文章指出 自从中国在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就已经开始转型 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 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 已经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地位 排列世界第二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个问题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说 在美国蛮横的美国优先 以及中国友好的一带一路面前 聪明人都知道怎么选择 各自心怀鬼胎的结盟 注定是脆弱的 根本不堪一击 文章中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 目前亚洲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外部的 有关于贸易以及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等负面新闻 并没有丝毫缓解 反观中国 按照当下的发展速度来看 估计到2050年经济规模 将会达到美国的三倍 中国消费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需求来源 这是一个大趋势 目前 其他亚洲国家对于这一点都很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 菲律宾和韩国才会频频对中国释放友好信号 人与人之间需要朋友 国与国之间也需要朋友 但是大家都是以心唤心的 你对他好 他才有可能对你好 一句话 让大家都有利可图 比如说菲律宾 还记得前两年 中飞之间因为南海问题 闹得不可开交 一度剑拔弩张 但是你看看如今的中飞关系 好像是热恋中的恋人一般 6月9日 中飞建交43周年纪念日当天 飞外长高度评价中飞关系 6月23日还在菲律宾达沃机场加油 充分展示双方的互相信任 韩国虽然说目前仍旧不属萨德 但是态度却没有之前那么嚣张了 甚至是非常温柔 面对美国的教唆 韩国已经开始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甚至对美国充满埋怨 这只是满足美国的战略目标 对韩国的安全根本微不足道 我们从这点的小事可以看出 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彰显 大国影响力正在发挥作用 这里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 希望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 大家一起携手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